就在这个时候 叶浩轩的电话响了 是君次打来的 叶浩轩心中意解 君次这个时候打来电话 莫不是有头绪了 老板 陈慧生病了 君次道 我知道了 我马上敢来 叶浩轩挂断了电话 有些着急 他知道陈慧的病 一定不是普通的病 极有可能是被人下骨了 因为他上午才见过陈慧 他的身体很健康 除了因为伤心过度 显得有些疲惫之外 并没有什么迹象会生病 我让保镖送你 上午轻盈一看叶浩轩的模样 就知道他一定是有事情要做了 谢谢了 叶浩轩感激地说 邵轻盈这个女人很体贴 她总是明白你什么时候需要什么 就像是叶浩轩第一次被学家的人 关到特殊部门两次 她极度缺水 而邵轻盈上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 为叶浩轩倒一杯水 同样 邵轻盈这一次明白叶浩轩需要用车 这种女人可真的是良配啊 过不多时 邵轻盈的御用保镖人为 亲自开着一辆车过来 叶浩轩向李延欣打了声招呼 然后就坐上了车 片刻以后 叶浩轩便赶到了医院 陈慧今天晚上做晚餐的时候突然晕倒 她的女儿史杰六神无主 好在君子派的人在 这才急匆匆地送到了曙光医院里面 现在她正在重症监护室里面 监护室上的仪器清清楚楚地显示着她的身体 没有一点问题 但是她就是昏迷不醒 叶浩轩赶到的时候 史杰几乎哭成了一个泪人 母亲的情况 医院几个著名的专家都来了 甚至世界医学协会权威的威尔逊也来看过 但是都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甚至中医诊堂的几个老中医 像于老 唐昭 唐渊等人都来看过 但是还是没有看出一点毛病 叶医生 我求你帮忙忙 一定要救救我母亲 我不能没有她 史杰看到叶浩轩 就像是看到救星一样扑上来 叶浩轩拍拍她的肩膀 意识安慰 然后沉声道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 你母亲一定会没有实情的 叶浩轩说着走进了重症监护室 病床上的陈慧表现得很安详 就好像是睡着了一样 进口精密的监护仪上清清楚楚地显示着 她身体的状况很好 没有一丝一样 叶浩轩走上前去 伸手在她的鼻端探了探 发现她的呼吸很平和 如果不是 她怎么都叫不醒 叶浩轩会认为她在睡觉 叶浩轩伸手向她的脉上探去 她的脉搏也很平稳 没有一丝昏迷的迹象 但是她的身体越是正常 那偏偏就是不正常的地方 叶浩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以气望迈 陈慧的身体状况 就像是一副三维立体图像一样 呈现在叶浩轩的眼前 叶浩轩顺着她的身体从上往下看 只见五脏六腑都很正常 叶浩轩的目光在她的胃部停留了片刻 然后向上看去 只见心脏跳动有力平稳 而且里面也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叶浩轩继续向上看去 过不多时 叶浩轩便阵望到了她的脑部 这一看 果真看出了问题来 叶浩轩的瞳孔渐渐地扩大 在她眼前浮现的那个立体大脑图形 也跟着渐渐地放大 她眼前呈现出一个黑白的世界 在那个放大的立体图形之中 有一团黑黑的东西在里面不停地蠕动着 而那团物体和叶浩轩之前所见的蛊虫相去无几 叶浩轩收回了目光 她松开了手 揉了揉 因为精神力透支而造成的运血 小叶 看出来什么问题了没有 一边的唐渊问道 他们几个老中医挨个为陈慧把过脉 但是都没有看出来什么问题 陈慧的身体很正常 比正常人还正常 但是她确确实实是突然晕倒的 问题比较严重 你们先回避一下吧 叶浩轩叹气道 几个老中医的神色一紧 连叶浩轩都说问题很严重 那他们更是没辙了 而且他们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叶浩轩的事情 既然她说要让这些人回避 那就是陈慧的病 是非常规的病情 几个人默不作声地退了下去 顺道关上了重症监护室的门 叶浩轩低头沉思 她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棘手的事情 刚刚她查看陈慧的身体状况的时候 已经发现 在她的大脑里有一团黑影 那黑影 显然就是那神秘的屋 棒的蛊虫 如果是在别的地方 叶浩轩二话不说就把蛊除去了 但是这里不同 因为蛊虫这次学聪明 她知道叶浩轩不好对付 所以就钻进了陈慧的大脑里 这让叶浩轩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 思索了良久 叶浩轩也没有想出比较好的可行方法来 因为蛊虫所在的地理位置特殊 所以她不可能强行把蛊虫给消灭 那样陈慧也会死去 叶浩轩取出了金针 在陈慧身上重要的学位处下针 暂时护住了她的心脉 然后再慢慢地想办法 叶医生 我妈怎么样了 她有没有事 叶浩轩一出门 视节便扑了上来 抓着叶浩轩的手臂急切地问道 她很紧张 以至于两只手的指甲深深地 掐入了叶浩轩的皮肤里 暂时没有大碍 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 叶浩轩叹道 心理准备 我妈到底怎么了 她有危险吗 她今天上午还好好的 她平时身体很健康的 没有隐疾的 怎么会这样 她怎么会这样 视节激动地哭喊道 你先不要激动 我会想办法的 谁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叶浩轩看她的身形 一阵阵地摇晃 随时都有倒在地上的可能 她连忙把使节扶到了一边的休息室里 叶医生 你是沈医 你能起死回生 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 使节泪流不止 她十分迫切地看向叶浩轩 对不起 这一次 我们有十足的把握 叶浩轩叹道 为什么 你告诉我 我妈到底是什么病 她今天上午还好好的 她对我说 父亲不在了 以后只有我和他了 我们两个要好好的活下去 为什么会这样 使节痛苦地说 使节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是关于你父亲的 也和你母亲的安危有关系 我希望你能如实地回答我 叶浩轩突然严肃地说 使节微微地一争 她不明白叶浩轩 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么严肃 她点点头 试干了眼角的泪水 深吸了一口气道 你问吧 我知道的话一定会说的 你父亲的老家在哪里 叶浩轩问道 这个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我父亲是苗人 她是孤儿 从小在有个苗寨吃百家饭长大的 她出来求学以后 就再没有跟老家的人 有什么来往 她在认识你母亲之前 有没有别的女人 或者说 是第三者出现 叶浩轩问道 没有 使节想都不想便直接回答 她沉思道 从我记事开始 她和我母亲的感情就很好 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吵过家 她对我母亲很好 母亲对她也是百依百顺的 绝对不会有第三者出现 叶浩轩点点头 然后道 关于你父亲的身世 你知道有多少 她这些年 从来就没有想过 要回老家看看 或者说是 到你爷爷奶奶的坟前 记住吗 没有听她提过 她是一个无神论者 她不相信那些东西 使节摇摇头 据我所知 她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她从小吃百家饭长大 现在她出息了 却不回家去看看 你觉得 这正常吗 叶浩轩问道 这 我也有些疑惑 使节微微地疑冷 我了解我的父亲 他是一个怀旧感恩的人 我也提出要到老家看看 但是他没有同意 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 另外 夫妻之间向来都是磕磕绊绊的 即使是感情再好的夫妻 也不可能几十年不吵架 你父亲和你母亲几十年没有争吵过 你觉得 这正常吗 叶浩轩又问 这 使节愣住了 两久后他才摇摇头道 我不知道 我对我父亲的事情知道的有些 叶医生 我刚失去了父亲 现在不想失去母亲 我希望你能尽力 我当然会尽力 叶浩轩微微地叹道 你父亲是非正常死亡 这你也知道 而导致你母亲生病的 也极有可能是害死你父亲的凶手 所以我才会想 了解你父亲的过去 想知道他过去 有没有和什么人有仇 没 没有过 使节咬咬牙说 你确定没有 虽然使节伪装得很好 但是叶浩轩还是在他的脸上 看出一丝异常来 真的 你了解我的父亲 他不是那样的人 对于他的过去 我不只 使节的声音越来越小 在叶浩轩目光的注视下 他住口了 不敢直视叶浩轩的目光 这关系到你和你母亲的健康 我也不妨对你直说吧 你母亲是中了苗家的骨 我想你应该听说过这种东西的诡异之处 而且现在那个骨 正潜伏在你母亲的大脑里 这也是我没有办法的原因 我现在所能做的 只能护住她的心脉 保证她在三天内无忧 但是三天之后 我再想不到办法 就算是神仙 我也无力回天 叶浩轩叹道 你说我妈中了骨 使节吃了一惊 他再也不淡定了 他着急的手足无措 他眼圈一红放声哭道 叶医生 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妈 我救她一个亲人了 因为骨虫所在的部位比较重要 我不可能强行杀掉她 那样会连同你的母亲一起害死 所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找到下骨的人 解开当初所有的仇恨 而且我相信下骨的人 对你们一家都心存恨念 所以我为你的安全担忧 我没事 我只希望我妈能好起来 叶医生求你 使节咬着嘴唇 我希望你能说实话 关于你父亲过去的事情 你知道的 要全部告诉我 我 我真的 知道的不多 但是我知道我父亲经常去一个地方 那里 使节的话还没有说完 叶好轩心中一脸 强大的感知力 让他感觉到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猛地把使节推向一边 来不及多想一步踏上前去 一声大喝 鱼长剑已经出现在手中 与此同时 他的双眼已经锁定了一个 飞在半空中拇指大小的蛊虫身上 强大的感知力把那蛊虫锁在当场 他手起见落 鱼长从半空中滑落 半空中的蛊虫发出一声惨叫 被一分为二 没等这东西自动爆裂开来 叶好轩右手一伸 盗绝一掐 右手快速地在半空中滑动 片刻之后半空中自行燃起火红色的火焰 那未来得及自爆开来的蛊虫被烧成了灰烬 放骨的人一定在附近 叶好轩来不及多想 他拉着使节冲了出去 大喝道 保护好他 另外通知情报部门 调动曙光医院所有监控 查一个穿黑袍的人 叶好轩边说边狂奔了出去 三名负责保护使节的特战小队的人 把他护在正中间 一直跟在唐兵身边的翔子 搭闲上剑 警惕地看着四周 去帮你搁 唐兵推了翔子一把 可是姐 你怎么办 翔子犹豫道 我没事 快去 唐兵急道 翔子点点头 他右手一收 一手提着复合弓 快速地追着叶好轩离开的方向 急速奔去 叶好轩强大的感知力 肆意肆意而去 那天晚上穿黑袍的人气息十分的古怪 即使是他的感知力 也不能轻易地发现他在哪里 现在叶好轩不得不精神紧绷 浩然争气毫无保留地肆意而去 在他的脑海里灵光一闪 正前方有一条黑影快速地向窗口扑去 站住 叶好轩一声大喝 猛地向前扑去 转过一个拐角 果然看到一名 整个人都裹在黑袍之中的人 快速地向窗口扑去 站住 叶好轩一声沉喝 语气中不由自主地用上了射魂术 那名黑袍者的身形微微地一颤 顿在了当场片刻 虽然他只是稍稍地顿了片刻 但是对于叶好轩来说 已经足够了 他一步踏前纵身而起 瞬间便于黑袍者 拉近了距离 他呼得一拳袭冲 直取黑袍人的右肩 那黑袍人就得一滚 以诡异的速度躲过叶好轩这一拳 然后纵身而起 猛地扑向一边的玻璃 哗啦一声响 三楼走廊里的玻璃 被那黑袍人撞得粉碎 黑袍人并不算高大的身形 从三楼直接跃了下去 叶好轩跟着扑了过去 从三楼一跃而下 他重重地落在一辆轿车的上方 然后借力在半空中一个后帆 卸去了三楼跃下的冲击力 站定了身形 只见楼下已经失去了黑衣人的身影 来来往往的病人和医生 目瞪口呆地看着叶好轩 他们不明白他们的叶院长 为什么会从三楼上跳下来 叶好轩的手机一颤 他摸出蓝牙耳机 塞到了耳边喝道 在哪里 向停车场方向去了 耳机里传出君子的声音 监控已经锁定了黑袍人的身形 不管他躲在哪里 只要不出医院 他的身形就无所遁形 医院的监控系统是刘凯安研发出来的 根本无死角可言 而且只要一旦锁定 镜头会跟着他的身形自动切换 方位也会自动传到叶好轩的耳机里 叶好轩猛地向前扑曲 穿过人群 向停车场方向跑去 紧跟在他身后的是翔子 三楼这种高度 翔子是不会往下跳的 他一手抓着窗口的边沿 向下一落 落到了二楼的窗口 他的手灵巧地抓住窗沿 再越到一楼 落地之后 他也随着叶好轩的身形 快速地追去 叶好轩跑到了停车场 只见偌大的停车场 静悄悄地空无一人 耳机里传出声音 左侧第三排 红色的轿车尾 叶好轩向左一转 快速地向那辆红色的轿车奔去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到车前 然后一声大喝 左足在地上重重地一顿 右足猛地踹向那辆汽车 哄 红色的轿车剧烈地震动 然后向后倒退而出 随着一声闷哼 那躲在车后的黑袍人 被汽车砸得连连后退 也好在他硬变急速 没等车身完全压到他身上 他就一个后翻 灵巧地闪到了另外一辆车后面 砰 两车相撞 红色轿车重重地撞在了后面的一辆别克车上 那辆车上的挡风玻璃纷纷似箭而飞 车身这才算是稳了下来 没等那黑袍人有所反应 叶浩轩猛地跃出 一声大喝 右手寸进瞬间爆发出来 直直地轰向那黑衣人的胸口 黑袍人双手一圈 以诡异的姿势环住叶浩轩的手臂 反手重重地一推 黑袍人的手法极其高明 他这一摔看似普通无奇 但是用的却是四两拨千斤的手法 把叶浩轩这一拳之力尽力的据为己用 叶浩轩双足在地下稍稍一顿 他的身形就好像是牢牢地定在地上一般 黑袍人一摔之下 叶浩轩的身形纹丝不动 他稍稍诧异 就在他这一愣神的瞬间 一股庞大的力道从他的手臂上反弹了过来 黑袍人胸口一顿 百忙之中他连忙松开叶浩轩的手臂 一跃而起 在半空中接连几个后翻 落地之后快速地一个旋转 把叶浩轩这一击之势给化解去了